大家好,影片还没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帮忙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选择全部以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 大家好,我是DaiDai 今天我讲一个冲凉凉很爽的故事 故事开始 老妈女和妹妹小田幽讲电话 老妈女说小田幽要来他们家住几天 小田幽是阿寇的阿姨 以前她小时,父亲去世很难过 还好有小田幽安慰 小田幽那时还经常帮阿寇冲凉凉呢 隔天,叮咚,小田幽来到 阿寇都看傻了 我老呗,那么多年 既然都没变 不不,还是那么挺 小田幽人很漂亮 可是既然还是单身 因为无聊,就想来老妈女这里住几天 阿寇一直看着小田幽 小田幽也注意到了 阿寇在洗澡 小田幽进来,要帮她洗呀 顺便就 她想要了 嘎嘎嘎嘎嘎 隔天,老妈女没有上班 整天都在家 小田幽心想坏了 这样不就没机会搞咯 阿寇说 吃饱后要冲两两 看来两人是心有灵犀啊 她想要了 嘎嘎嘎嘎 虽然如此 老妈女在家还是很不方便的 要搞的时候不能立刻搞 阿寇一整夜都想着小田幽 很想尿 隔天老妈女做饭菜 阿寇也起来了 他们当然 趁老妈女做饭不注意的时候来发啦 可是时间不够 还好没被发现 他们只要等吃饱后 又偷偷去浴室 嘎嘎嘎嘎嘎 明天小田幽就要回去了 老妈女叫小田幽 赶快找另一半啦 阿寇听到小田幽要回去了 很不舍得 明天自己又要去打工 看来是没时间来最后一发了 隔天早上小田幽要离开前 找了阿寇 要来最后一发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 小田幽 你奶大又怎样 是不能怎样啦 是如果我呆呆 有这样棒的女友 就爽席了 拜拜